李景光对高岛则夫 现在已经打到第三局了 场上比分是9比7 李景光领先 高岛回旧失误 10比7 双方交换场地 高岛手球很好 削得稳而转 反攻力量强 去年日本大学生乒乓球代表团 访问我国时 曾打败过李景光 李景光 李景光以20比15领先 看来大局已定 可是高岛临危不惧 沉着应战 连赢2分 20比17 高岛又得1分 20比18 裁判宣布 比赛到了规定时间 改用轮换发球法比赛 高岛再得1分 20比19 20比赛 感谢观看